房子没去看过 这是一点多 就假日见面 男子想要贷款买房 房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就说要买给女朋友 行员马上报警 你连房子也没看过 建案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 地址在哪里你也不知道 房子在哪里你也不知道 你就要解约钱给人家干嘛 远景为什么男子都答不出来 就要把储蓄保单解掉 贷款46万给女友当买房投期款 但这个女友根本不存在 你给我的名字 刚刚查过了 看了没有这个人 男子说他跟一名谢庆女子的认识 交往一年多 给远景女方的资料 一查根本查无此人 幽灵女友其实就是诈骗集团 捏扫出来的 透过网路交友钓鱼 钓到了一名46岁的占性男子 互称男女朋友 还说每个月都会见面一到两次 但每次约会就是去看房子 还诶骗占性男子想要共组家庭 所以应该要赶快买房 听到这句话 占性男子一秒变火山孝子 查证其女友资料 结果禁查无此人 在远景耐心劝说下 该名男子才相信 自己遇上了爱情诈骗 查无此人这四个字 让詹姓男子死心 忍痛封锁幽灵女友 当自己不曾爱过 至少46万还在原地守候 TBS远程侯一路为新台中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欢迎访 ce